你要有什么样子的支持才可以当NCC主委 很厉害啊 他不是苦无证据啦 他是苦无法律可以罚 那我说好苦无法律可以罚 那你要推动修法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还在原意他们说 大家现在知道怎么当官了吧 哈喽各位网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那天在宪法庭当中哦 针对他们所提出的一堆奇奇怪怪的主张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 隐意欲驳斥 民进党跟他们的媒体在那边操作 说我被什么游无博强垫 真的去认真看诊断的过程 问问题的时间 比给我回答的时间还要长 前面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完 就被审判长给打断 他们要我们再提补充的状 我今天也把补充的状 给正式的都提出去了 什么叫反质询 把过去这10年 他们自己在那边骂人家反质询的东西 通通都列出来 让他们自己看 当初在那边讲 行政官员不可以反质询的民进党的立委 有一些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了行政官员 像林佳龙 像管碧玲 通通都很清楚什么叫反质询 那有一些更好笑 有一些现在是立委 他们还是申请视线的申请人 把那些例子 跟从宪法咨询权的定义 怎么样去定义咨询 你咨询定义的出来 反质询就一点都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律逻辑 你冷静想想就知道了 好 我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我有做交通组的总咨询 我们的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燦 2017年9月的时候就找到金流了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要征办了 为什么后来案子被压下来被牵截 我今天之所以跟院长提这件事情 是牵涉到了我们的法务部 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第一个有没有人压案 第二个更严重的 显然是消息有泄漏 所以郑文燦充充忙忙的把那500万还回去 院长你认为需不需要彻查 测查法务部长 不是测查当初为什么这个案子被牵截 为什么没有办法动 好我刚说除了检教单位的做办案的程序 步骤之外 民主的台湾应该不会有人要去压 一个任何的案子 大家有没有觉得 主动团是在讲干话吗 民主的台湾不会有人要去压案子 这个案子不就被压了7年吗 更离谱的事情是什么 郑文燦现在不是被羁押了吗 有被搜索吗 搜索要求的要件跟标准比羁押低很多 是不敢搜吗 怕搜下去了以后 不晓得会搜出什么东西来吗 除了送钱的被压了 其他的共犯都还没有到案 这一件事情是郑文燦一个人干得来的吗 一开始媒体整个报道的方式是说 郑文燦收了钱 但事情没办成 所以把钱退回去 不是这样 我确信消息走漏 所以才去还钱 因为郑文燦该做的事情 其实都做完了 而且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 中间有人配合 而配合的其中一个人就是 前一天被我总直询问到这件事情的左龙泰 那只是我发现了太晚 要不然我真的很想当面问左龙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在照片上面啊 右手边的这个廖俊充 第一个喝拆桃 给郑文燦 当时啊 桃园市市长啊 跑去参加我们华雅园区啊 地主的座谈会 2017年9月的时候 收了钱 马上亲自主持会议 山坡地 解编我来处理 那个寺庙 我也来出面处理 第三个最重要的 我要跟行政院争取 你们这边的这个农地啊 我要争取核定为国家重大建设 以后要变更地幕的时候才会好变更嘛 结果 我们这位送钱的人哦 处理完了郑文燦以后 马上跟总统府陈琴啊 时任总统府的秘书长 吴钊介 马上下调子 俊松理事长会见 你12月4号赐总统府韩籍复见 我看完了以后 我交代行政院去做了 好 这个是2027年12月12号 总统府秘书长 他的总统府用签 总统府也没有骗这位廖俊松啊 马上交代给行政院秘书长 行政院的秘书长卓龙泰也回韩了 所以这件事情 卓龙泰不仅知道他有交办 卓龙泰发了韩了以后 交代经济部 交代内政部 要配合办理 这个送钱的人 签了名丢回给谁 就是郑文燦 什么叫有关系好办事 行政院交代下去 经济部内政部马上就核准 2019年4月 桃园市政府 提给内政部的计划 左手边的图啊 2014年以前 搞了好久搞不动的 他为什么搞不动 你要把农业区 变成特定专用区 哇这个知识体大 还有寺庙 还要签帐 没有关系啊 我们的郑文燦市长都出面了 把你出力后啊 这个是桃园市政府 提出来的计划 50公顷的农地变什么 没有办法用的地 廖俊松一出面 从地方到中央 一条农服务啊 农业区变更成第二种产业用居 第五种住宅区 郑文燦点石成金啊 这些事情这些东西 檢調不知道吗 还是检调知道了 没有办法办 作为我们法务部的大家长啊 对于我们的检调 办案办的这么辛苦 面临到这么大的压力 部长要不要给他们打打气 说不要害怕任何权贵 部长当你的靠山 向上正办 不管牵涉到谁 办到底 本来检查办的就是 政据到哪里 是吗 他说政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我就很清楚的跟你讲 郑文燦收了钱以后 自己召开会议完发函 给中央 总统府下条子 行政院秘书长卓隆汉 交办经济部内政部 马上点头说那个有重大发展的需要 而且以这个土地变更啊 的面积 跟他会获取的金额 我老实讲啦 送500万 应该只是钱金而已啦 再来看这个整个咨询的内容 我也是真的很佩服卓隆泰 真的装作整件事情他都不知道 然后他讲了一个哄堂大笑的话 说在民主的台湾不会压岸 这个牵涉到我今天要带大家 看的第三段咨询 我们去年716 跟大家承诺司法改革 气宝潜逃不法官说 影响力交易罪 吹少者保护法 台湾民众党党团的罚案 全部都提出去 再等排审 上个礼拜四 针对有关于刑法 气宝潜逃不法官说罪的部分 终于在委员会上面排了 但还没有进出条 只有巡大而已 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四巡大 的内容 台湾社会啊 退与有权有势的人啊 竟然可以去官说司法 真的是深恶痛绝啊 法官去官说司法 也包括了我们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 去官说检察官 不要对他所涉入的刑事案件 来提起上诉 更离谱的 还有干过法务部部长的邱泰山啊 去找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彭坤叶 去官说 帮富商逃税武艺的案子啊 针对这些案子 有任何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吗 没有 没有嘛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在这边审不法官说罪 妨碍司法公正罪 不可以让这些啊 违法滥权的人 继续逍遥法外 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的权贵犯罪啊 司法审判程序 通常拖很久 拖到五年 十年 十五年的 好不容易 确定了 人却跑了 让我们的刑事 刑罚权 没有办法 获得落实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处理 弃跑检逃罪啊 的问题 其实这两件事啊 在施改国事会议 2017年的时候 都做出了决议 到现在 研溢了七年 市长 对这样的速度啊 你能够接受吗 不过这个法案 现在已经文字上 都大概都完成 很快的 应该就会 送到那个大院来 我们哦 从这个会期 一开始的时候 就在推这些法案 推到不动的法务部 到上个礼拜 巡打的时候 他们说啊 他们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快要送出来了 要不然之前 没有人逼他们 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们是早就把法案就提出来 那因为这个会期 到明天 最后一天 也来不及 所以我只能够逼他们 下个会期 尽速的完成立法 那最后 就是那天在院场 交通组的质询 我们的电视新闻台 可以去入主 这么大的中家有线电视系统 跨越了 反媒体垄断的红线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的三立集团 为什么 这件事情NCC已经彻查 认为确有其事 但是三立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那是因为我们 目前的广电三法里面来讲的话 对于这些个人股东 我们除我们的广电三法的 主要规判对象是事业 不是个人 所以目前来讲 没有办法相关的作用法去处罚 你认为这种行为应不应该处罚 该处罚 但是要有法律依据 好 这件事情你讲过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教你 你说要修卫广法 我等了好几个月 草案在哪里 草案还在我们会里面 你要有什么样子的资质 才可以当NCC主委 很厉害啊 他不是苦无证据啦 他是苦无法律可以罚 那我说好 苦无法律可以罚 那你要推动修法 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大家现在知道怎么当官了吧 不法诈欺吸金所得 二十几亿的王牌交易所 就竟然啊 跟我们的三立集团 在洗钱的网络当中 有一个一赚公司啊 不仅是设立 在三立的大楼里面 甚至什么 这家公司也不只是跟三立合资啊 他的监察人 还是三立派的 这件事情NCC要查多久 呃我们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还需要多久 诶 这个有 那左龙泰还有脸在那边讲 说党政军退出媒体 是民进党的理想 我听你的把鱼啊 你讲这个话 你自己脸都不会红哦 左龙泰当过民进党党主席的人 不知道三立 在你们民进党里面是有派系的哦 啊 我已经不晓得该说什么 真的 每天认真努力工作 在工作岗位上做该做的事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哲学 好 非常感谢哦 各位网友 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 拜拜